就好像我昨天說過 其實我可惜的 他的貨是可以的 他的貨是非常可以的 送貨 搞了一個月 收貨 我親自給電話 都說 他是星期一 應該今天來不了 明天來星期三 四 結果星期三 四都沒有來 我沒有什麼所謂 老實說 但我看到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讓 我不知道現在生意做多大小 就算他做到好想大的生意也好 這樣的做事態度 結果最後他還是會失敗 因為創意 大家都有 產品 找到好的 貨身價實的 大家都不會特別賣假貨 很多時候我們做生意就是講求 別人對你 個人的 個性格 或者 你處事的態度 和合作的熟悉 這件事也很重要的 光顧習慣了 明知道你也是多少的 林康正 不過算了 起碼大家的默契 你也知道我才是意休息 不會送過來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 惰性 但是如果你連這些事都做不到 你說什麼 賺錢 你賺到錢就是行運 賺不到錢是合理的 今天也沒收貨 說完了 好 明天繼續